又有记者在简报会上向总统特朗普找查了 当地时间8月13日 在白宫举行的疫情简报会上 赫芬顿邮报的记者戴克突然向特朗普发问 于是一段有趣的对话出现了 戴克问道 总统先生三年半过去了 你是否对向美国民众撒得谎感到后悔 特朗普认真地反问 所有的啥 记者说所有的谎言所有的不诚实 特朗普问谁撒的谎言 记者回答你 面对记者的提问 特朗普停顿了片刻 后来选择了直接跳过 下一个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期间 提出了2万个带有虚假或者误导性的说法 近几个月来 总统已经就新冠病毒发表了近1000份这样的声明 而特朗普与记者互怼了场景 对大家来说也不陌生 特朗普曾多次在记者会现场 与记者发生争执 有时候甚至会直接转身离开 结束记者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